和朋友聊天时 他发来一张谢晓东年轻时的照片 让人感叹 那时候的他颜值真的堪比小鲜瘦 在那几年代 作为优秀歌手呢 他连续登陆多次登上了春晚的舞台 人们记住了他动听的歌声 也记住了他帅气的容颜 实力与颜值并存 很快奠定了他在华语乐坛的地位 谢晓东出生于安徽 从小就喜欢唱歌的他 考入了一所艺术学校 学习声乐与舞蹈 这一学就是六年 毕业以后他进入了合肥市歌舞团 成为主要独唱演员 跟随舞台和地演出 之后进入中央歌舞团 古建芬声乐艺术培训中心学习 并开始录制大量音乐 功夫不负有心人 他在中央电视台主办的 五周围青年歌手大奖赛中 演唱《我不知道风》或三等奖 还被评为最受欢迎歌手 他的音乐生涯很精彩 先后十几次登上了春晚的舞台 为观众带来一首首动听的歌曲 深受观众的喜爱 《中国娃》 《今儿真快乐》 《活活的北京》 以及《健康歌》等这些歌曲 也成为了经典 每当唱起时都是一种回忆 谢晓东年轻时的颜值 堪臂小鲜兽 他与那英同是音乐家谷建芬的弟子 所以两人的关系非常好 据爆料 那英还曾追求过谢晓东 只是谢晓东只把他当作朋友 终究两人也没有在一起 生活中的谢晓东很是低调 所以很少有人知道他已经结婚了 他与妻子徐家人很早就相识了 最初他们的父母并不看好两人的感情 但是深爱彼此的二人 还是决定携手一声 不入了婚姻的殿堂 婚后的二人与有一个儿子 小名牛牛 如今牛牛也已长大 眉宇间像鸡鸟谢晓东 玩有他当年的风范 十分帅气 生活中的谢晓东心切又随和 现在的他已经退居幕后 从事着自己的文化演艺事业 也有着自己的公司 常以公司董事长的身份 出席公司活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